现在电影的宣传就是要求所有的人都得拼着去宣传 现在他们录演好多人一走走三四十个城市 我们上午去搜索走到第七个城市我们都快崩溃了 不是这个也没事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多走一走 能够跟影院里的观众见见面 我觉得也是应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过程你不觉得痛苦吧 当然体力辛苦一回事 就从心里面你不会觉得痛苦吧 他好多时候问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 但你看你是什么心态 是吧 就是说如果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太多的话也很自然 我觉得你还是站在那个角度看 就是说大家可能挺希望在影院里都看到你们的 那就按这个愿望来做 无非是这个是这么个事 我也不觉得人家这个要求是个过分的要求 那他算是个好合作的导演是吧 想法和现实有时候还是有点差距 因为有时候就露言起来真的是那种辛苦吧 真的你都早班飞机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不吃不喝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之后面对可能媒体有时候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致 宣传的时候每天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 你现在会紧张吗 还是他稍微更紧张一点 你说哪方面 就是在电影上映之前那种感觉 我觉得紧张不紧张都不能都不能改变结果吧 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就不紧张 让他自己去就像对孩子一样让他自己去自然生长 你该做的把它全做了 就是说你放松的去做 原来就是会很紧张 就口碑会怎么样啊 大家会不会喜欢啊 你到哪一部电影开始就相对放松了 我觉得搜索的时候我就不紧张了 我觉得反正就把每一部每一个当下 就像你刚才说的害怕一样 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好 是一定不要是此时此刻想着过去或想着未来 你就永远没有此时此刻的享受 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宣传和临近 上映的时候我觉得你给你自己的电影的气场是宽松的 就充满了一个很松弛的环境 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你该做的一切都去做 并不影响你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追求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也觉得我做到了 其实没有那么紧张 导演呢 你从那部片子开始之后 像他这样特放松特别松弛 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还是你一直就是这样 应该太不是了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那我肯定还是有紧张的时候 这个紧张你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像陈红说的这个是对的 你紧张不紧张的你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改变不了结果 但人会紧张 是人的正常反应 我也别苛求我自己 就是就让随它去吧 但是这个紧张的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也不会说是 这个因为紧张会造成什么不好的结果都不会 所以我就说 我在接受别人的同时 我也万分诚恳地接受我自己 其实是我的缺点 那到你这个境界就是比如说对这个电影好的或者不好的评价 好的你会高兴 不好的会伤害到 你觉得很痛苦很不高兴会伤到你吗 会吗 其实我们过去都是在封闭社会里长大的 这个封闭社会就是趋同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虽然也不喜欢 比如说从那个某些层面上来讲 你不喜欢光说好话 你不喜欢对别人光说好话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只接受别人对你说的好话 我刚才讲了交流的意思 这个时代的重大特征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真的不能够要求别人 每一个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自己觉得我的进步在于 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是你有毛病 如果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你好话 但是当然我也得再说一句 坏话不好听的话 有诚意的和恶意的 对于恶意的坏话也理得了 我觉得对咱们来说是替咱们消灾消夜 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诚意的好话 那你就诚意的不好听的话 那你得认真听好咯 你才有下一步可以去做 对吧 人家能够可以诚意的提出好话 人其实现在不多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辛苦 如果导演有一天 比如说她是那样的一个演员或太太 你的每一部戏都觉得 我得在里面演个角色 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上上海电影节才逗的 我们俩都哈哈那乐 走上这红地毯的时候 现在这个叫什么 倒是下山剧组 导演陈凯歌 主演陈宏 我们俩就狂笑 为什么 他就会认为这是 这可能对主持人认为 必须 必须是这样的吧 没有 那以前你们电影都不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这一曲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没做好功课 所以他没这种要求 他没有这个 就是合适就合适 那如果有这种要求 那也可以的 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 他给你一个不太重要的面色 说老实话 不是 倒不是这事 因为我觉得其实演戏演好 真的是一件好辛苦的事 是 那陈宏又是制片人又是演员 我觉得 做不到 挺难的 就是我其实是 更多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做不到 其实作为观众会特别怕 就是导演的戏 必须得自己的家人是其中 在其中有 我觉得那个 就适合的话就有 不适合的话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种组合是对的 你帮我 你看那个 那个叫什么 赵氏孤儿 当时他说 要不你来演这装机 我说我真演不了 除非我就不做制片了 我说你来选择 你要我做制片 还是要我演这角色 只能选择一个 他说你还是做制片吧 所以就 你偶尔内心会不会有一点点 哪怕一点点怀念以前演员生活 还真没有 真没有 偶尔在片场看拍片的时候 内心会觉得 这个戏如果是我 此时此刻我来演的话 就不是这种状态了 我跟你说 说真心话真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我挺没心没肺的 就是觉得好像那一切跟我没关系了已经 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 或者我觉得就你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宽广 我觉得特别充实 我特别享受当下此刻 就是我觉得就是心里很近吧 应该说 很近 对很近 做制片人的让你很近呢 是很近 没有定力 修的就是这事 对我觉得修的就是这个事 如果人家急躁 突发事件 本身大家都以仗你来解决 你比他更急躁 我觉得我们不能解决问题 不能被愤怒或者急躁 或焦虑牵着走 这时候需要定力和安静下来 把事情看清楚 可能你的小小的智慧就会升起来 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 也是这么感受的 他跟你19年前娶的那个人 是有很多的成长跟不一样了吧 导演 19年前娶他的时候 他应该还是个 小孩是吧 小孩 小姑娘 对 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可能因为你们每天在一起生活 对吧 就是他有什么变化 我也不太看得出来 就我只是说 比如说脸上有什么变化 那肯定有 对吧 这个岁月 是吧 可是我也不以为意 我也没觉得这事 你怎么 这脸 没有 就是这样的 该拌嘴 也拌嘴 就是该特别关心 也特别关心 对 我记得有一天也是我们去散步 我说哎 我说 你们整天散步 我发现 散步好啊 吃了多就走 一种消炎的吃 对 好吧 散步是为了吃更多 更不能躺着 散步是为了更多的吃 好 那天你说散步又怎么了 我说我满脸皱纹 就有个老太太从我们这边走过 我说我如果满脸皱纹像她那样 我说你会讨厌我吗 她说你这满脸皱纹 都是这皱纹全是跟我一起 见证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 哎呦 我当时我就特别感动 她你 即使你有满脸的皱纹 也都是见证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 我都觉得她是这么的深情和优美 我有点肉麻 我觉得 我觉得这话说的有点不知 后半句 真的后半句有点肉麻 但是有时候 夫妻间有时候需要这样 别忘了 我是一有同胖的人 这个书里写着呢 我愿看着你脸上一条条皱纹 慢慢升起 与你一块度过最美好的生活 说话了 咱们也就搬过来用一下 对吧 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你都会觉得 幽默吧 有时候生活是需要有点幽默的 我又没什么二心 然后我为什么不允许她 那个掌出说问题 掌握也不是你允许不允许 对所以 这一说的是 就是说的是这事 走过19年婚姻 陈凯歌 陈红夫妇如何定义幸福 比如说外面特热 一走进空调房 这一瞬间简直太幸福了 幸福的感觉是失重的感觉 人生没说明 对于孩子教育 他们又有何种方法 得到的 必从你失去的中间来 我觉得培养习惯是最重要的 鲁豫有约 陈凯歌 陈红夫妇 精彩即将开始 导演 你会有怕变老的那个感觉吗 比如刚才你说 你说我们现在每天这样用脑 将来不会老年痴呆 我现在就特别怕 我用脑过度有一天老年痴呆 用脑过度也会老年痴呆 但是我又看到佛法上说 一切和和之物皆无常 这个无常的世界里头 最可怕的就是恐惧 恐惧是恐惧之母 各种不同的恐惧 全从那最基本的恐惧来的 就是你怕 所以要我说 其实我不怎么看 我觉得一切都 就怎么回事 千万别担心 你不会的 你先得告诉你自己 我不会 这个不良于行 我不会 头脑糊涂 你相信你自己 不到点了 所以你从来没有过这样 害怕或者恐惧的时候 我的害怕都是心里的 心里的恐惧 心里的恐惧指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文革长大 我怕人敲门 砰砰砰一敲门 我就崩溃了 即便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我是一个受了伤害 那比如现在有人 就是着急当当敲门 你心里的恐惧是害怕会 我会特别愤怒的说 我敲什么敲我 就这个感觉 我还跟你说的是实话 就是 就是这个 你想敲门能把大门给踢倒了 这是什么人 然后把你从你们家里头 把你父亲带走 当儿子那样 所以我是有恐惧症 我是害怕这事 那刚刚你讲到母亲去世的早 那你自己到60岁那一年 就那个数字对自己 突然意识到 我也是这个年纪 它对你会意味着很多吗 不会 不会 我那个都想有用的事 没用的事不想 我也没觉得我室内岁数 就是我报答我母亲 最好的方式 就是继续健康的 有效率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真的是 平常做什么事 或什么时刻 让你觉得是最快乐 或者没瞬间你觉得特幸福 就那个瞬间那个时刻 没有 没有 我觉得那也是假的 就是他告诉你说 在某一时刻我特别快乐 可能假的 那我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喝口茶 茶真好喝 这瞬间我觉得挺快乐的 我吃个樱桃 觉得好甜 他不是 我觉得生活的好与坏 就是说你对事情的认同 都是埋在一个时间的线里边的 你很难把它单独提出来 说这一瞬间我就是最快乐的 我觉得通常这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那不是 比如说外面特热 一走进空茶房 这一瞬间简直太幸福了 你看他说的是非常物质的具体的 而鲁玉问的不是这事 不是 我觉得可以 他问你那个幸福的准备 这也可以是幸福的感觉 对 就比如说你过敏 你身上特别氧 完了用热水去冲你身体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太幸福了 一看你经历 成功又过敏 过敏很严重 有时候用热水 特别烫了水去冲你过敏的那个地方 它简直太幸福了 这种我觉得就是 这不叫快乐和幸福 这叫痛快 你知道吗 那个真正的幸福 是说不出来的 没有这些 有 但是他不是说 这一次刻我就幸福了 他不是 我给你说一例子 我在云南差不多就是前天后后八年的时间 一个知青当兵什么回来 然后我就去了这个 在离开云南之前在昆明的一个公园里叫翠湖 翠湖公园 我跟着我的两个战友 我就不知道 我就疯了 我就觉得我太幸福了 我幸福的感觉是失重的感觉 明白吗 没重量 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过吗 但为什么在那时候跟俩战友在那公园里 我疯了那感觉 八年在不得见老父老母 我现在可以回家了 我甚至可以告诉我自己 以后我不回来了 虽然我后来还是回去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个就是幸福 就是解脱了 就是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会发生重大改变 那如果你要把幸福的标准定那么高的话 那很难 很难再有什么事情能够到达那种境界那种高度的 那我看见我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也产生这感觉 高中毕业 对他高中毕业 是吧 这个 Names are being called 他们一个一个的走上去 你在观礼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有热泪盈眶的感觉吗 我跟陈宏有一个简单对视 那个微笑之真挚 你一般笑不出来那个劲 就是满足吗 应该就是满足 是不是这意思 高中毕业是否就觉得孩子长大了 又成人吗 他成人了吗 18岁 成人了 对 你是个父亲 你就那时候你特感觉 对 那瞬间你是 其实有伤感在里头 就觉得 他有伤感 就是 我觉得时间 对 因为跨越到成人了嘛 就特别 就是回想起小的时候 他对你的那种依恋 每一次你回想起四年前 你把他送进这个学校 就是十四年没离开过 第一次跟他的分开 就把他扔在一个完全异国他乡 就那天西洋西下的时候 在同一个场景 就是他我跟他分开的那一天和他毕业那天都在这个足球场上 就是就觉得就有点恍惚的感觉 挺伤感的 就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你这四年是因为你的儿子 而且你对这个学校有四年的牵挂 对这个学校有点依依不适吧 就是 陈宏与陈凯歌于1996年结婚 之后他便放弃迎平钱的工作 一心帮助丈夫做制片人 两人自和你在一起开始合作 十三年来 他们不仅在生活中相互扶持 也是事业上的好拍档 如今陈凯歌陈宏的大儿子 陈宇昂18岁 今年已考入世界名校美国沃顿商学院 小儿子陈飞宇15岁 曾在肇事孤儿中客串角色 虽然平时工作忙碌 夫妇两人对孩子的教育 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 今天陈凯歌与陈宏夫妇 带着大儿子陈宇昂做客鲁豫有约 讲述并分享他们一家的温馨生活 你在儿子成长过程当中参与多吗 挺多的吧 我觉得其实是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对 比如说什么样 重要时刻它出现了 怎么样去 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 我说得学中文 我儿子在毕业的时候 写了一篇作文 我觉得这篇作文其实挺打动我的 写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那个学校 是一个有点那个老英国风的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学生在进去的这头一年 是按照规定是必须要养一匹马的 这个马的一切日常起居 喂养刷洗 全部得由这学生完成 所以这个呢 他们把它呢变成一个特别 我觉得特无畏的一个词 就是responsibility 但是我觉得去真的去养一匹马 比这个责任这个事 来培养你责任心 其实我觉得不是 他获得了一个跟这么一个 一匹马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 而且我觉得他 他写的最好的一点 说到底就是他不矫情 他没有去写 他跟这马如何一一不适合 他就是像平常一样的去把这马给喂了 然后发现这马把这个头靠着他 一直在蹭他 这个马知道这是最后一天 这个就是他喂养这匹马的最后一天 这马来的这么一下 然后他也没说我热的盈眶 就转身就走了 回头再看一眼这马 这马也这么看 文章结束了 我觉得他能够用如此含蓄的方法 写出了这匹马 我觉得我喜欢这文章的表述 也喜欢这文章的真实 他做的很有画面感 挺好的 但我刚才跟他聊了 他完全是对商业有兴趣 我说那你对电影的哪些环节 哪些方面 他说对于后期什么剪辑 有兴趣 他跟着我试过席 然后给我打打板 就体验一下一般的电影工作人员 在拍摄中间的那个辛劳 可以这么说 所以对我们两个来说 我觉得孩子就是说到底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身的命运性格 包括他们的虔诚 都要有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肯定不是溺爱的 如果是溺爱他 不会送他去那学校的 用我们中文的成语来说 这叫荒山野岭 确实挺辛苦 不容易的 可是我想就是说 你得到的必从你失去的中间来 世界就这样 其实 我觉得陈红不容易 俩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当妈到什么时候能够 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长出一口气 想到孩子 但总会在某瞬间会觉得 我的责任基本尽完一部分了 我觉得我从来都长出一口气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 在每一个阶段的能力 我从小对他们的教育 不如说所有的事情都替他们去做 就是说把规矩立好 每天做功课 不如说一直陪着他 直到做完 直到看他上床睡觉 跟他说故事 我就说每天跟他一起评估一下 今天的工作 今天的学习功课 大概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绝对就关灯 一个小时必须上床 不管做没做完 我觉得培养习惯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如果把他的习惯培养好 我觉得他不管走了哪 离开你 他都会 他都会自己可以做到 就是不出大阁吧 可以说 你怕自个儿孩子会 会做一些不靠谱的事吗 小孩 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了解他们 就关于游戏 是不是要沉迷于游戏 抽烟 喝酒 毒品 同性恋 这些问题 其实从小就跟他们去探讨 有时候 就跟朋友 有时候 比如说孩子在旁边的时候 就跟朋友 有意会往 这些话题上去说 其实他们就听到 他们会认为 不是妈妈 让我不去做这些 是大人之间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他们是非判断的一个 他们是非判断的一个标准 所以 我说 有时候我会 我来喝点酒吧 我说挺开心的 今天喝一口 我绝不会碰白酒 顶多喝点红酒 我说 那你放松一下 玩玩游戏 终于考完了 他说 妈妈 我如果把我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游戏里 我觉得很愚蠢 这都他们设计出来 都他们设计出来 骗我们时间的东西 金句 对 他们设计出来 骗我们生命和时间的东西 我说那你可以玩玩 玩玩玩玩 玩就玩一会儿 他随时可以放下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 不如说天天跟着他 完了天天耳其面密 面密 就是说你 其实教育孩子 是有不同的方法的 根据不同的孩子的特点 是不是每个男孩 有一天都会长成自己的父亲 不会吧 不会吗 为什么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觉得 就是每个人都会跟自己父母 其实是会像的 他反正想说看自己父母 就什么呀 但是慢慢慢慢长大之后 你会觉得是像的 所以我在想男孩 是不是更容易像自己的父亲 也不一定吧 这个我还真没这种判断 我也说不上来 我觉得像是很自然的事 是吧 他不像也没关系 比如陈红 那你说从雪人上 他永远问我说 你说他哪像我 说儿子 你指的是样子还是性格 样子 他哪像我 怎么这全是你们家的基因 你明白我意思 他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其实我的感觉是像不像 没关系 意思是性格上 不我的意思 因为像 你会更理解 他不像我也理解 陈红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陈凯歌无意了 幸福的感觉 是失重的感觉 上个雪可能会有知识 并不一定会有智慧 人生没说你 他这是跟你叫板呢 他不是叫板 不是吗 鲁豫有约 陈凯歌陈红夫妇 精彩即将开始 你这以来 比如说对导演操的心更多 还是对孩子操的心更多 都操心 大得多 越大麻烦越大嘛 小是小麻烦 大是大麻烦 其实操导演心也是因为是电影 它是捆在一起的 主要就是电影 没有别的 因为它很健康 在生活上也 对各方面 他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要求 还是他的事 最后一两个问题吧 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我先问陈红吧 陈红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我看见陈凯歌无疑了 我外婆还有你 我外婆 你外婆对你影响最深的 在你觉得在哪些方面 现在你能够想到 这是我外婆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她特别安静 但是呢 又特别有力量 她特别有规律 又特别的 怎么说呢 幽默 她很开心的 因为 她就是每天 把每一天的日子 过得特别的 有滋有味 她从来 所以她 她活到97岁 而且 她最后走的时候 摔了一跤 她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她都自己就 就一切都是这么淡然 一切都这么 觉得所有的都是 就 所有的事实 所有的面对 所有的状况 她都觉得 都是正常的 她是个有文化的老人家吗 她没有文化 是个小小老太太吗 对 跟我奶奶一样 她的脚特别就三分 跟我奶奶一样 她每天 她觉得女人最重要的 就是一头一尾 有头有尾 每天 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 完了 每天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她洗脚的时候 那种专注 就觉得她在做科研 我就觉得特别有一种美感 有时候你看那幅画面 你就会特别感动 跟我奶奶好像 跟我奶奶好像 对 觉得生命的美 也就 其实你有这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 以后你会发现 其实世界是很美的 就是 我一想到她 就会想到这个细节 你外婆是瘦瘦小小的那种 特别 跟我奶奶一样 特别好看 而且她吃饭 她从来 我从小到大 我就没觉得 我就没看过 她浪费过一厘米 她的脚是干干净净的 而且穿那种鞋巾 对 对 跟我奶奶好像 她的衣服 我的衣柜里头还收藏了 她两件衣服 她的衣服白到 穿了几十年的衣服 越穿越白 而且就像 用米汤浆果一样 平平整整 干干净净 我现在一回 我奶奶她的衣服 我觉得是没有褶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而且我真的发现 人的智慧 跟你上没上过学 其实没有关系 我现在想我奶奶 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但她其实一点文化都没有 好像都不认字吧 上过学可能会有知识 对 并不一定会有智慧 对 顺道您 受影响最深 对你影响最深的人 受影响最深的人 有人一直琢磨着 你说的这话 你可以说没有 我不能说没有 我只能说 她在每一个当下是不同的 那你举一两个时间的节点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儿子 不玩弹钢琴 然后我跟她说话 你就别弹了 是她不好好弹 还是老二不好 老二 就打住了 然后我这老二就 眼含泪水 你说她不好好弹 然后她还眼含泪水 走到钢琴前来 给钢琴锯了一步 深深的锯 我觉得这孩子是我老师 她教会了我 她给了我影响 她这是跟你叫板 她不是叫板 她不是吗 她就觉得我还应该谈下去 她真不是叫板 就那个瞬间 我就觉得她就是 孔夫子说的 三人行彼于我师 我说我们家儿子 在家里就是我的老师 就我特别感动 就是一下就突然间 特别感动 所以我觉得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时间上 你会 你会感觉到 你受了别人的影响 那你一定要愣问 说谁终生给了你影响 当然是我母亲 我就特别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我母亲不认识陈红 如果我母亲 或者陈红也认识我母亲的话 我觉得他会像我一样 深深的对这个人抱有感情 那他们彼此对对方会抱有感情 我特别相信那一点 特别相信 Alex 你爸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思想 你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你指的什么 怎么叫思想 我爸说 我爸走之前 跟我说一句话 我还要靠个人奋斗 要靠自己 我觉得现在 一话在我思想 有很大的影响 爸不对你是思想的影响 妈妈呢 我妈就是日常生活 帮我们的照顾很好 然后 所以一直在那里 那如果比如说将来 比如说有个记者问你说 Alex 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你会说 是你爸 我刚才你刚才问我爸妈 的时候我也在想 我觉得我们一家三个人 所有影响都很难 我弟 我爸 我妈 你弟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弟呢就是特别可爱 嗯 而且他人特别的特别好 特别的善良 而且也特别聪明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 我当他哥哥 我觉得应该 尽职地 教了一些东西 或者在需要的时候 保护 我觉得他都有影响 他们这年轻小孩讲话 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他 比一般小孩讲话 要显得更沉稳一点 就整个那感觉 特沉稳 差不多吧 我觉得他接受的教育 就是这样 两孩子不错 真的 所谓人生赢家 不过如此了吧 没输没赢 没输没赢 人生没输没赢 就不能用输赢来 没有 就是说你会觉得 已经很好了 就所谓夫妇合逐的感觉了 那非常 我们很满足 其实我们在 很困难的时期 我也很满足 都是暂时的 和相对的 对 是这样的 因为你说什么叫困难 困难过后以后 可能会更好 有时候 我说往往是这样 困难的时候 是让你往后退一步 看清楚 你前面的道路 应该怎么走 我觉得这时候 就是你进步的时候 就来了 7月3号 是吧 导演 7月3号 对 7月3号 倒是下山 7月3号 倒是下山 倒是河安下 你师兄弟敌武 师傅 这话给我投递吧 把本事交给我 师傅 你怎么那么高 他还想让你扫地呢 把扫纸给我 扫纸再来找 有点工夫 可以隔骨打雾 吹 你打给我看看 你把本事交给我 不理不弃 再不见命 不沉不寒 让我做土地吧 我不透明 我不透力 都会入魔 我都不怕 当真 当真 扫了 扫不完 一辈子也扫不完 他还扫不扫 扫 鲁豫爆料 出现陈凯歌的第一印象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 就是可以用 一起风发 这次的词来形容 对于扫红的付出 鲁豫又有哪些 全新感受 如果是几年前 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 哎呀 我会觉得 扫红很不容易 但我今天切身的感受 是我觉得 很值得 鲁豫有约 陈凯歌 陈红夫妇 精彩 即将开始 我们掌声有请 陈凯歌导演 有请几位 自2005年起 吴吉 梅兰芳 赵氏孤儿 搜索 陈凯歌 几乎每一部电影上映前 都会做客 鲁豫有约 到时下山 虽是他第五次来到鲁豫有约 但却是他和陈红夫妇 第一次单独做客 多年未见 陈凯歌从意气风发 到岁月沉淀 陈红也从风华正茂的女演员 成功转型为 干练大器的制片人 两人19年的婚姻 13年来的合作 不仅是两人更加默契 也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并改变着彼此 我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他应该不记得 是1992年 当时我刚开始做电视 我记得是在梅迪亚宾馆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 电视台的一个剧组 他应该是去那儿 跟电视台的什么人去谈事 然后他进到我们的房间 当时很多人在开会 然后他一进来就说 你们都在这儿呢 然后看了一下 然后有人走了 你想当时我是个小孩 然后看到一个大明星导演 就整个人 被他那种气场给震住了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 就是可以用 意气风发这四个字来形容 就符合他那个年纪 他在那个时刻 那种状态下的那种感觉吧 但跟今天的人在我看来 不能说判若两人 但的确是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同的两个状态 我想不同的状态 可能跟年纪是有关系的 就那个时候成岛 那是22年前 23年前 那时候他是意气风发 现在的他我觉得是整个人 好像是放下来了 他肯定不记得那次 但我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可能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 如果是几年前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成岛很不容易 就是一个那么风华绝代的一个女演员 为了一个爱的人 然后要放弃自己的演员生涯 要过那么操心的生活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可能会说我不愿意 这意味着我要那么辛苦 我可能会为了这份辛苦 我的容貌会受到很多的损失 但我今天切身的感受 是我觉得很值得 这种值得不是因为 你为家庭付出很值得 是因为我觉得 她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宽广了 她的舞台更大了 而这一切是她如果还做一个演员 是不可能去经历的 我想这个有趣的人生 是因为她跟陈凯歌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挺值得的 我觉得很享受 这种感觉我三年前 他们在做搜索的那个宣传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可能三年前 也许我还体会不了 我今天能够体会的一切 我当时还觉得好辛苦 特别是那眼睛突然流血 那瞬间我觉得这女人好不容易 但今天我觉得 她很值得 她还真的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她可能三年前自己也未必有那么享受 可能真的是 他们俩经历过一切之后 整个人都放下了 然后他们彼此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 陈凯歌在思想层面 对于陈红影响是巨大的 今天聊天我感觉到很多的 潜词造句 很多的语言 一定是先是陈凯歌的 然后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时间 尝了彼此之间的那种 而如沐染那种影响 你会不知不觉地 会说对方的话 会用对方的那个语言 所以我觉得从思想层面 陈凯歌对陈红是巨大的 然后可能在性格上 陈红对陈凯歌的影响也不小 我从来不忽视细节 对一个人的影响 我觉得并不是只有思想 才是最深刻的最伟大的 很多生活的细节 也是能够对一个人 是有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的 可能陈凯歌能够成为今天的 那个放下来的他 跟陈红是有巨大的影响和关系的 今天陈凯歌经常会谈到的 一部以前的作品是《荆轲刺情》 特别奇怪 那部电影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是个男性的电影 我会觉得我作为女性 可能这不是我的电影 我当时看完之后 会觉得男性化 但后来我差不多又在前年 还大前年 是在央视电影频道看了 我再看我觉得我喜欢 我觉得那部电影 我一直认为是陈凯歌 所有作品当中 可能最被低估和被误读的 也许可能需要再过多少年 大家会觉得 那部电影还挺牛的 其他的电影 跟大家一样 我认为我最喜欢看的 就是《霸王别姬》 《梅兰芳》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我个人 我可能是一个最 最普通的那种观众吧 我喜欢你给我讲故事的电影 《梅兰芳》也认为是陈凯歌曲的电影